接下来为您播出法律讲堂文石版 非将军李广四十年抗击匈奴出生入死威震边疆 但汉武帝却为何偏偏不愿提拔李广 留下了李广南风的千古评说 六十七岁的老将军李广塞外最后一战 为何在汉军得胜归来论功行赏时 却出人意料的自杀于军中 最终走上了悲壮的人生末路 在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隐秘的原因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将为您讲述 汉武帝用儒之道第六集 大漠突击 汉武帝坚持尊王攘夷的儒家治国方略 对内历经图治 积极把儒家治国方略落实到各个具体执政细节 保证了国内的安定 在此基础上 汉武帝连续对北边的匈奴发起了自卫反击战 维护了西汉王朝领土的完整 但信心满满的汉武帝似乎并不满足于这样的暂时安全 他又在筹划着主动出击 几路大军直扑匈奴在大漠深处的大本营 试图将匈奴一举歼灭以绝后患 这一次 飞将军李广在人生的大起大落之后 又一次踏上了征程 然而等待他的却是人生的末路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上一集我们讲到通过墨南战运 汉武帝发现了一位军事奇才 这个人就是霍区病 霍区病是魏清的外甥 这次墨南之战他随魏清出征 汉武帝任命他为朴瑶校尉 统领八百级兵 在战斗中 霍区病脱离大部队游击作战 专门挑敌人的软裂长头奔袭 杀敌两千余人 霍区病首次出战 战功作主 汉武帝就封他为冠军侯 赞叹他公贯诸军 通过这次墨南战役 就把匈奴左右两步从中间给切开了 汉武帝就决定了 对匈奴西部的势力予以彻底的打击 汉武帝决定发动河西之战 公元前一百二十一年的三月 汉武帝任命霍区病为跳级将军 率一万骑兵由农西出发攻击匈奴 霍区病从农西出击了 一路冲杀 众生打千余里 一直打到了燕之山以西 此次在意杀敌近九千人 还缴获了修徒王的寄天金人 到这一年夏天 汉武帝为了扩大战果 彻底赎清河西之地 命令霍区病继续发起攻击 同时为了防止东北部匈奴 左贤王趁机进攻 汉武帝又命令尼广 张谦从右北平出击 专门去攻打左贤王 这样来撤印霍区病的行动 李广在这次战斗中 又再度展现了他的能力和神威 按照汉武帝的安排 李广的骑兵只有四千人 张谦带一万人 两个人奔造而行 以便相互撤印 走了几百里 李广就与匈奴的左贤王遭遇 被匈奴四万骑兵包围 此时汉军将士无补恐慌 为了稳定军心 李广就命令他的儿子李敢 摔了数十计 从敌人的阵营中穿插而入 然后又从两侧击翅而回 李敢一边跑一边报军情 他说咕噜一鱼业 就这帮蛮子好对付 没什么大不了的 将士们听了 情绪才稳定下来 李广马上命令部队 摆成援阵和匈奴对峙 左贤王迅速发起进攻 卷入雨下 汉军伤亡过半 而且呢 箭竹也快用完了 此时李广命令部下 只是把弓拉满 但不要发射 这样对敌人形成威胁 李广用大黄弩射杀了敌人几个将领 凶武人就害怕了 只有战士退兵 但是呢 这个包围是没有解除的 到了晚上 汉军将士啊 都吓得面无人设 因为还在敌人的重围之中啊 只有李广神蛇自若 指挥若定 迅速调整部队 大家都很配置他的勇气 到了第二天 双方又继续开战 正在这个时候呢 张谦的一万骑兵赶到 凶武人没有办法 只好撤兵而去 与此同时 霍军呢 从北地出发 他带了几万骑兵 他一路冲杀 众生两千余里 打到了齐年山 扶杀敌军 三万余人 这匈奴的魂爷王和修徒王两部啊 因为 打了大败仗 害怕残余折怪 两个人呢 三两好 来投降 结果在半路上 修徒王又变卦了 魂爷王就把修徒王给杀了 率 雇众四万余人 投降汉朝 通过河西之战 匈奴人呢 就丢掉了齐年山和炎之山 这对他们生活影响很大 在这一场 河西之战中 霍去病这样一颗新的将星 正在冉冉升起 但是明眼人都会很容易的看到 如果不是李广以四千兵力 牵制了匈奴左贤王四万骑兵的主力 霍去病怎么可能一路孤军深入 并且大获全胜 然而 在论功行赏之时 汉武帝却没有对李广有半点奖赏 李广究竟错在了哪里 李广呢 四千人对敌四万人 杀敌无数 但是自己伤亡也很惨重 此生 广 军功致辱无赏 就李广的功过相抵呀 就没有得到奖赏 于是 霍去病就成为大汉军界一颗 璀璨的名将之花 而李广则沦为 默默拉车的老黄流 抛开这些个人得势不论 仅就何锡之战而言 彻底竖清了何锡之底 同时 何锡之战也打通了大汉王朝通往西域的通道 实现了断匈奴右臂的战员目标 这就为汉朝发起更大规模的反击战 创造了条件 为了彻底打垮匈奴的有生力量 汉武帝决定采取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 他命 何锡兵 卫星各率骑兵五万 转移粮草的步兵几十万 战马十四万匹 深入漠北作战 史称漠北之战 军期的安排是这样的 何锡兵从戴郡出击 为西线战场寻找匈奴参与主力作战 也正因为如此 霍区兵的部队配备是最精良的 魏星则从戴郡出击 走东线 相机作战 主要是配合霍区兵的行动 那么这次末北之战 很可能就是汉武帝和匈奴之间最后的大决战 李广他是知道的 他打了一辈子仗 他不愿意错过这次立功受封的机会 他就主动向汉武帝请求要参战 天子以为老 汉武帝认为你老了 这一年李广67岁了 就没同意 但是李广多次请求 最后哈武帝同意了任命他做魏清所部的前将军当先锋 这可是李广多年的幸运 后来从抓住匈奴的俘虏口中获之 匈奴的医治扎残余向东线转移了 汉武帝马上对战略进行了调整 又让霍去兵从戴军出击走东线 魏清从定乡出击走西线 霍去兵从戴军出击走了两千里 没有碰到匈奴残余 碰到的是谁啊 是左贤王 他挥兵攻击 大败左贤王 然后又一路追杀 风狼居西山 一直打到了汉海 汉海呢 就是今天的贝加尔湖 扶杀敌军七万余人 大胜而归 魏清所部呢 从定乡出发 深入沙漠 千里里 从抓住敌人的孵入口中获之 残余没有往东边转移 就在这条线上 而且还告诉了残余 驻扎的营地 此时呢 魏清就该注意了 本来这个先锋是李广的 应该把这个打残余的任务交给李广 结果魏清呢 想自举去攻打残余 那李广怎么安排啊 他就安排李广和右将军赵义基 走东道 迂回行军 配合作战 李广好不容易当次先锋 所以他就不乐意了 说我跟着你大将军 好不容易当次先锋 这次可以和茶余正面作战了 你却让我去走东道 我想不通啊 但是呢 隔膊 淋不过大腿啊 人家是大将军 你必须去 所以李广最后愤愤不平的 回到自己的部队里面 没有和大将军魏清告辞 就和右将军赵义基和军 出发了 让匈奴人门风丧胆的 非将军李广 打算这一次出征 要一学此前被匈奴俘虏的 奇耻大辱 但是统帅魏清 却并没有这么安排 他为什么不让李广去做前将军 魏清的举动背后 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心机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汉武帝用如之道 第六集 大漠突击 就是为什么这个魏清 不让李广去做前将军呢 一种说法是 这个是汉武帝的旨意 魏清只是奉旨形式 不怪他 我觉得这个说法是很难成立的 汉武帝是和魏清 说到过 他说啊 李广老 树鸡 就李广年龄大了 运气又不好 树鸡啊 就是运气不好的意思 说李广运气不好 这个倒是事实 因为他每次打仗 不是碰到敌人的重鸣 就是连敌人的影子都没见到 一旦碰到重鸣呢 就是几十倍于自己的敌人 所以他老也立不了大功 要说他老 这可就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了 虽然他现在六十七岁了 但是神勇不减当年 那么第二种说法呢 魏清不让李广座前将军 勿令党残余 恐不得所欲 就不让他去对付残余 是害怕他干不过残余 这是关心他呀 这是出于消灭残余的大忌作响啊 这是第二种说法 我觉得这种说法也很难成立 既然你害怕李广座完成不了任务 那你魏清又是怎么安排的呢 此称魏清乃自以金兵走之 就自己带着金兵去对付残余 那他带的是什么金兵呢 他带的是中将军 公孙敖的部队 那么公孙敖的部队是金兵吗 我们看一看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争史 就会发现这个公孙敖啊 从来都没打个胜仗 他就是个常败将军 而且还是个怕死鬼 后来他犯了死罪 因为怕死啊 他自己装死 在民间东躲西藏 狗活了几年 这样一个货色 那他的财能胆势谋略 远远不如李广 说用李广去对付残余 有胜算 用这个公孙敖去对付残余 那才真是叫 恐不得所欲啊 那为什么 卫星非要让他去啊 所以啊 就不是简简单单的 恐不得所欲的原因了 而是另有毛利 卫星有什么毛利呢 在此以前 他们得到的消息 是财云往东线走了 他这条线路就碰不上财云 所以他都无所谓了 你李广当前将军 当呗 出发的时候也是 走了一千里 他还是 后来一下 听说财云就在这条路上 魏清之财云之所居 就知道他驻扎的营地了 他才活动心眼的 我估计啊 魏清心灵 很可能是这样想 真是赶得找不出 赶得巧啊 以前说这条路没有长余 结果让我撞上了 真是天上掉了一个大馅饼呢 那这种好事 只能让别人去干呢 我还是自己带着 自己的哥们去干嘛 所以毛利就在这儿 难怪东汉初年的冯眼 在给光武帝刘秀的上书中 就说啊 李广奋劫于匈奴 剑牌于魏清 此忠诚之场所被牛涕也 李广奋力抗击匈奴 却遭到了魏清的排挤 这正是忠诚经常为之流泪的原因啊 那么我们再回到战场上来 魏清把李广调到东县 他自己带着龚孙敖 就去对付茶羽 魏清率兵继续追击 一直打到了田园山的赵姓城 都在今天蒙古国境内 只是在意魏清 共扶杀敌人一万九千多人 大胜归来 魏清大胜而归 此时此刻 他最为关心的就是李广的生死 心中充满愤怒 无奈领兵出征的李广 现在他的情况究竟怎样 他在东路之上 是否与敌军奋勇厮杀 实现了自己建立功勋的愿望呢 正在魏清走向辉煌之时 李广则走向了人生的尽头 他从东到行军 由于这个道路很偏远 又绕弯弯 再加上路上又没有水草 行军十分困难 又没有向导 最后迷失道路 没有按指定时间到达指定地点 按照汉代的军法 时期当展 末北大战结束以后 魏清就传递李广到大将军府 来说明迷失道路的情况 并且传讯李广手下的校尉 到将军府来受审 对职 李广说 校尉们没有罪 迷失道路都是我造成的 我一个人去说明情况 然后他独自一人来到了魏清的大将军府 他说 我从二十岁开始和匈奴打仗 打了七十多仗 好不容易有个机会 人和禅云正面交手 结果大将军你又让我去走东道 又迷失道路 这难道不是天意吗 我现在已经六十多岁了 岂能去受那些刀笔利的侮辱 说完 拔剑自闻了 李广自杀 将士们无不为之痛哭 老百姓无不为之乐泪 李广的人生悲剧造成的原因是很多的 我觉得这和他个人的性格有很大的关系 我主要是从性格来做一个分析 李广的性格特点之一就是内向 司马先写道 于读李将军 圈圈如笔人 口不能道词 我看李广将军 就像一个老实农民一样 嘴里说不出个道道来 也不爱多说 这种人的性格 按照现代心理学来分析 就属于内向型的性格 听你哪怕是豪情万丈 嘴里也不会吐露一言 在这一方面呢 霍去兵就比他强多了 霍去兵他也不爱多说话 跟你一往差不多 但是一旦说出话来 就能语出惊人 哈姆地因为霍去兵功劳大 为自帝 就是给他修了一栋别墅 让他安家 还叫他去参观 没想到霍去兵就说出一句 惊天动地的话来 他说 匈奴未灭 无以家为业 匈奴都还没有消灭 安什么家呀 一腔热血 又能用如此的豪言壮语 表达出来 当领导的 当然喜欢 性格内向的李广 多年来创下了 令匈奴文风丧胆的 非将军名号 在西汉王朝立下了 赫赫战功 这一点 无论是汉武帝 还是统帅魏清 都不会忽略 更不会否认 既然如此 是什么更为致命的原因 让这个战功卓著的 非将军李广 总是不得重用 最终落得的 悲惨的结局呢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将继续为您讲述 汉武帝用如之道 第六集 大漠突击 李广的性格特点之号 就是致富 大乏一个有大本事的人 性格中难免有致富的成分 李广尤其是这样 表现在战斗中 他致富剑法高明 非要等敌人靠近到几十步的距离 才会射箭 敌人无不运行而倒 表现在生活中啊 他从来不给自己的领导 套近乎 甚至也不愿意向皇帝 献殷勤 他只喜欢和自己的下属打成一片 没有事的时候啊 就和他们打斗比射箭 谁输了 谁就喝酒 以此为乐 那么在这方面 卫秦又比他强多了 只称卫秦 是以和柔 自媚于上 就是卫秦的性格 温和柔顺 懂得怎样去讨好皇上 那是善于团结领导 讲政治力 说李广的性格 既内向又致富 这样的人恐怕很难取得领导的宠爱 后世文人无不为此扼腕叹息啊 唐朝的文学家王博 在藤王阁序当中感叹道 逢唐一老 李广南风 逢唐是汉文帝时期的一个大臣 因为政治无私 长期受到别人的排挤 直到头发都白了 都没有升官 李广呢 同有一身本命 到了死 都没有封后 李广的性格 使他走进了命运的怪圈 他越是努力 越难成功 他越想报国 越是无门 在悲愤与无赖的交织之中 他最后选择了一时以泄天下 英雄流血不流泪啊 李广以他的一腔热血 见证了他的忠诚 也见证了汉武帝 反击匈奴的全过程 通过这次墨北之战 汉军消灭匈奴九万多人 彻底打垮了匈奴的有声力量 通过汉武帝 反击匈奴战争的过程 我们看到了他是如何将 儒家壤仪的理论 运用于军事和外交之上 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 他外壤事宜 打造出辉煌的武功 成功地解决了 来自北方侵略者的外患 那么他又将如何 运用儒家尊王的理论 来对付诸侯做大 豪强横行 这些内忧呢 请继续收看下集 再见 汉初六十余年 国家推行无为而至的黄老思想 致使各地诸侯势力膨胀 谋反 因反 发生 为加强中央集权 汉武帝在儒家诸王理论指导下 启用奇才主赋言 实施其提出的推恩令 想借此削弱诸侯势力 西南政法大学龙大宣教授 将为您讲述 汉武帝用儒之道 第七集 推恩封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